看病就医是人民群众的刚性需求 提供医疗服务是医疗机构的基本职责 统筹好疫情防控工作和正常医疗服务的保障工作 对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至关重要 近日西安市正常就医的工作的问题社会高度重视 特别是西安孕妇流产的事件也引发了负面的影响 在1月6号的上午 孙春兰副总理专门召开会议 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决不能够以任何借口推诿拒收群众的就医 应当讲 疫情发生以来 国务院联防联空机制三令五身 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必须要保障好正常的医疗服务 那么对于有就医需求的群众 尤其是极微重症患者 应该及时救治 不得推诿拒诊 那么对于像一些特殊的群体 比如说我们学透析的患者 肿瘤的放化疗患者 以及孕产妇新生儿 这些需要给予定期救治和定期的随诊的这些特殊人群 要指定医疗机构切实保障连续的医疗服务 那么对于像老年和慢性病的患者 要适当的延长处方量 同时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 要做好签约服务 必要时要做好上门送药 等一系列的相关工作 不能够以疫情防控为由 停诊拒诊或者是延误治疗 同时我们要求医疗机构 要设立好缓冲的区域 那么对于排除 没有排除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 要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先救治 那么排除了新冠肺炎之后 转入普通的病房 应该说对于人民群众的正常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 这些措施在实际工作当中 应该说既是经验的总结 同时也是我们保障好 人民群众正常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项 这个多种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措施 那么西安的一些问题 反映出在保障人民群众正常医疗服务过程当中 工作还是落实的不实不细不严 没有压实责任 有一些工作没有落实到位 致使在疫情期间 有一些人民群众的就医的通道不通畅 目前陕西省委圣政府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对西安孕妇流产事件进行了联合调查 并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那么同时陕西省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进一步优化就诊的流程 压实各方责任 畅通各个环节 不断改进工作 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的需求 我委也在全国层面对其他省份要求大家要举一反三 汲取教训 在未发生疫情的时候 就要做好周密的工作方案 确保在疫情发生期间 人民群众的正常医疗服务保障工作不受任何影响 那么特别我还要补充的一句 就是个别机构和人员的问题 不能作为群体的素描 也不能抹杀卫生健康系统 和广大医务工作者所做出的贡献